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衬托师傅 好 也给这个星期港股表现不太好 所以你穿得漂亮一点 大家看到都比较开心 对 我穿的是绿色 然后港股 港股这星期跌的比较严重 今年以来呢 我看恒生指数已经跌了 年初以来还没到一个月 恒生指数已经下跌了10.2% 科技指数 恒生的科技指数跌得更厉害 年初以来跌幅达到16.8% 这个星期港股是年续第三个星期下跌的 恒生指数跌破了16000点的支持位 然后星期四最低进到15184点 星期五略为反弹 但是反弹到大概15400多 连15500点都上不到 然后星期五恒生指数收盘是15309点 相对上个星期跌了936点 跌幅5.8% 国际指数这个星期就跌了6.5% 科技指数这个星期就下跌了9.8% 是的 就是这几周呢 其实整体都属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嘛 就好像师傅您之前有写一个文章嘛 就叫下跌提醒 那么周三都收盘价极限到15277点 可能很多人就想起了说87年的古言 师傅您有经历过吗 8000点 87年的古言 87年当然经历过了 你那个时候应该也很年轻 有工作吗 八几年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 那您保养得很好 我是说除了1973年 因为港股的那个最近有一部电影上演 就叫金手指 哦知道 那个应该是80年代的发生港股的 但是在70年代呢 还有一次的狂潮 港股的狂潮 那个大牛市 我坦白讲 除了那个1973年的那个大牛市 是没有参与 其他的股灾 大盛市都经历过 那么现在其实五天均线呢 在15600点附近 那么十天均线在15900点附近 那么请问师傅如何看 接下来横止的走势呢 哦我担心呢 还是会原 从观测去年八月开始的那个下行的趋势 就是下跌破底 然后呢 因为跌的比较多 技术上呈现超卖 然后就出现反弹 但是完成那个反弹以后呢 又再回复那个跌浪 然后再破底 这样的一个走势 所以看到就是港股呢 是缺乏利好的因素 然后从那个港股的波幅指数 最近升到二十几 也反映那个孔框指数 一般那个Volatility Index 就被形容为孔框指数 反映市场对那个市场的信心 投资者对市场信心 开始剥弱的那个情况 那现在呢 恒生指数跌到接近一万五千点呢 短期可能会出现技术性反弹 再形成我上个星期形容的那种下跌期形 下跌期形其实是一个本来是向旦的形态 它是经过一段的下跌以后 因为跌的太多了 短期内值跌幅太大 所以就出现技术性反弹 就形成那个下跌期的起步 当完成那个旗形反弹之后 它又会再下跌像这个星期这样 那未来呢 可能会形成另外一个下跌旗形 那这个反弹呢 我估计那个比较大的阻力位 会大概在一万五千七百点到一万五千八百点 然后如果完成了这个反弹 再下跌这个星期见到的低位 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四点 那在下一个支持位 我看呢 会是一万四千八百五十点 一万四千八百五 会跌破一万五千点 对啊 那真的有点担心 有一句话 Margaret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天要下雨 股市要跌 第三句话是 你要要嫁人 这个我不敢讲 就是没有能力可以扭转 这是改变的事情 明白明白 那谢谢师傅 那么这周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呢 就是1月13日当周的美国首次申领事业救济人数 骤降到了18.7万人 那么低于预期的20.7万人 是为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准 也是呢 自1969年5月以来的第二低水准 那么持续申请事业救济金人数呢 也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 再略高于180万人的水准徘徊 那么其实这表明这个就业呢 就是增长维持一个比较稳健的状态 那么亚特兰大主席Bostick之前有讲过 说他希望看到更多的证据表明通胀呢 正在朝着2%的目标前进 并重申他预计政策制定者 将在第三季度之前不会降息 那么请问师傅如何解读这些经济数据 那么降息节点呢 又会在何时开始呢 我觉得美股的投资者呢 一直关注的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通胀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 那通胀从最近美国的 不管是CPI的数据 还有PCE的数据 都显示通胀是正在回落的 虽然你说他的回落 回降的速度够不够快 要接近连数据的2%的目标 那个快慢可能有点上缺的情况 但是整体趋势是正在下降的 所以股市的反映是正面的 而且也开始预计今年年足矩呢 会进入那个降息的周期 不过也暂时说 什么时候降那个时间点呢 市场看法呢有点分歧 是的 之前最乐观的看法是3月 但是最近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包括上个星期公布的零售销售 都比预期强 还有你提到昨天晚上 那个新生理系列旧基金人数 降到 18.7万人 那个是去年10月吧 对对对 但是呢市场的解读呢 又不至于太负面 因为刚才我提到 美国投资者关注两件事 一个是通胀 另外一个是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 那你劳动市场维持一定的稳健 就反而可以有助降低 投资者对衰退的忧虑 对的 所以现在美股可以说是 予以熊涨呢 都兼得 太多兼得了 因为一方面通胀正在回降 大家都预期今年内联储局呢 会开始降息 另外一方面呢 经济又表现不太差 没有 不太担心会有那个衰退 或者是阴着路 如果你问我 那个降息的时间 我也觉得不会那么 会那么快 在三月降息不会那么快 我觉得是第三季度 我也觉得不一定在第三季度 那么晚 可能会在五月到六月 either 五月或者是六月 会有第一次的降息 好的 那谢谢师傅 最近天气也挺冷的嘛 就是我是北方人 所以我们那边都是可能 要过暖 你应该习惯那个很冷的天气吧 我不习惯 因为我们那边有暖气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冷 就是那种湿冷 就非常的刺骨 然后眼眶呢 澳大利亚最近发布了公告 于2023年四季度 商品煤产量是970万吨 同比增长了47% 商品煤销量呢 是1010万吨 同比增长46% 平均煤炭销售价格呢 是196澳元每吨 那么2023年全年呢 商品煤产量是3340万吨 同比呢增长了14% 那么商品煤销量呢 是3310万吨 同比增长13% 平均煤炭销售的价格呢 是232澳元每吨 2024年中国煤炭供给量 还有进口量 可能都会往增长 那么季节性电煤呢 需求仍然是2024年 煤炭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 那么呢 近期煤炭股 其实从12月中旬开始 它就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嘛 那么现在也是 北方反正都是冬天 上海那边也是蛮冷的 那么天气呢 那么寒冷 所以煤炭的需求量也比较大 请问是否觉得煤炭股的涨势 还能持续多久呀 我们先看那个 野煤澳大利亚 它去年的平均实现的煤价 基本上是平稳的 跟前一年比较 而去年国内的煤价 我们留意到那个趋势就是 前低后高 上半年的时间都是比较偏低 因为那个经济增长放慢 发电的需求 发电量没有很大的增长 所以动力煤的需求也没有很高 但是到踏入第四季 由于那个天气 去年的天气比往常能很多 所以呢 那个取卵的需求 对那个燃煤方面呢 就推动煤价在第四季 有一个明显的一波上涨 所以带动在香港上市的 那是煤炭股像神华 中煤 还有那个阳光能源 还有那个眼矿能源 都有不错的升幅 主要是第四季 那个煤价的上涨带动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因素 当慢慢天气回暖 就是今年春天 踏入春天呢 那个煤炭的需求可能会有所回落 所以呢 最近那个 这是煤炭股的股价 也呈现一个高位 开始回调的一个趋势 预计还会 因为去年第四季 内值的升幅也蛮大 所以未来股价 随着煤价回调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还持有煤炭股的投资者呢 需要留意这一点 好的 好 谢谢师傅 那么耐雪的茶呢 发布了经营资料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指呢 三个月 集团呢 取得净新增214间耐雪的茶之音门店 截至2023年的12月31日 集团呢 共经营1574间耐雪的茶之音门店 既茶百道呢 在去年8月正式向港交所呢 递交了上市申请 密雪冰城还有股名呢 也在今年年初 向港交所递交了IPO申请 密雪冰城呢 近期呢 也在香港旺角开了分店 顾客大排长龙 那么根据中国餐饮投融资报告 2023呢 新茶饮行业2023年融资事件呢 相较于2021年呢 高峰时期呢 缩水了近一半 IPO的融资金额呢 也大幅下滑 请问师傅如何看待 新茶饮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那个密雪冰城就在香港 师傅您有去喝吗 嗯 我很少喝那个 那个 珍奶这一类手摇饮啊 台湾叫手摇饮 因为觉得好像糖水比较多 要keep fit 不过呢 消费者对这个茶饮 新茶饮或者是手摇饮呢 那个热度还是很高的 我们看到2023年呢 去年呢 那个新茶饮的夫息增长率呢 是达到三年的 复合增长率呢 是有接近两成的 你一看其实在香港或者是内地这城市 我相信你走在街上看到呢 是新开的茶饮的门店 越来越多 很多 对 而且呢 这个也跟饮品的特性 那个可夫际性 或者是他们形容叫 那个连锁率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行业 它开的店是属于连锁店经营的 饮品是所有食品里面 餐饮里面 最容易复制的 连锁率最高的 因为它最容易复制 第一是 特别是我们讲那个新茶饮 投资的日门 日行门店很低 一家店不需要很大的店面 然后那个投资开店的成本不高 然后它的服务性 很比较容易 所以呢 我看全国 中国有50 超过51万家的茶饮店 那个真的 很厉害 我觉得呢 行业的前景 还是会维持双位数的 复合年增长率 特别是 现在一市茶饮店会 下沉 一市低限的城市 还有一个增长的空间 但是呢 也意味 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你看有一些 七块钱是不是 最便宜是 好像五六块的都有 五六块的都有 这边最便宜是九块 密学冰城 香港 对 但是香港的 它十几块 我也没去 单价比较高呢 那是属于比较 就是像这些 密学冰茶 它走一个比较低价的路线 其他的在香港呢 都要30到40港元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行业的竞争会 越来越激烈 那个ASP 平均售价有一个下行的压力 那是企业要赢呢 我看过一市分析呢 就是 新茶的 那个上新品的能力 你必须要有 那个上新品的能力 越强呢 你的竞争力会越大 因为 新茶饮的消费客群呢 都是年轻像你们 Margaret这一类年轻的消费者 比较爱尝新的口味 比较就是想要吃一些新的产品 对 所以它如果一些茶饮店 它不断有一些新品推出的话 可以刺激消费 而且也可以吸引其他品牌的 那个客人去光顾它们 所以 我觉得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内卷 但是 那个竞争 那个优势就取决于 上新品的能力会多强 明白 好的 谢谢师傅 那么国泰航空呢 近期公布了资料 公司呢 在11月份呢 载客163.31万人 在2022年的同期增长了 210% 那么业内收入的乘客 千米数按去年呢 上升了148.2% 在2023年首十一个月呢 载客人次呢 将去年增加了709.2% 可用作为千米上升呢 393.2% 那么而收入呢 乘客千米数则上升了499.7% 各大航空公司呢 资料显示 国际路线呢 正在逐步复苏 国内路线呢 则抓住了春运的旺季时机 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 那么根据民航局的讯息呢 今年春节假期呢 时间会延长 出现了探亲加旅游的出行模式 那么春运期间呢 客运量呢 有望达到8000万人次 相比呢 2019年 也就是 疫情之前吧 春运呢 增长会 增加9.8% 9.8% 创下新高 请问师傅呢 如何看航空股最近的走势呢 嗯 我们如果先谈那个国台航空 其实它的股价呢 从去年到现在是 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因为股价会走在那个业绩的前面 是预先反映业绩的那个扶苏 那从它每个月公布的那个载客 货运 客运的数字 也看到 它的业绩是 正在那个一个扶苏的 那个趋势当中 而且上半年呢 也转亏为盈 不过呢 也有一些引诱要留意了 因为过去三年的疫情呢 很多航空公司呢 都裁员 而且缩减他们的那个机队 所以未来呢 就需要买更多新的飞机 国泰航空也公布了 它最近我看到 有买新的空客的飞机的那个消息 所以如果第一 你增加买更多的增添飞机呢 那个资本开支会增加 而且未来的那个择旧 也会增加 影响那个在业绩方面 有带来一定的影响 另外呢 可能大家最近都有听 留意到新闻报道 在元旦的假期 国泰呢 很多航线 好像有七八十班航班 都取消 就是因为 它的机长感冒患病 所以没有足够的机长的人手 所以这个也是 对国泰航空未来业绩 服输那个人手的不足呢 可能会影响它的业绩的服输 整体那个航空业呢 我觉得呢 那个服输还会持续 但是由于环球的经济前景呢 还是有一定的不明朗因素 所以那个服输就像飞机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偶尔见中会遇到一次气流了 哦哦哦 明白 就是它复苏 还是比较波动的复苏上升 明白 好的 那谢谢师傅 那么师傅呢 今天其实讲了 回答了我这几个问题嘛 第一点 恒生指数呢 可能需要关注的 关键位置呢 就是上升是在15700点到15800点左右 那么下降的话 可能就要关注14850点这个点位 那么关于降息的情况 降息师傅可能认为是在 今年的5月到6月 煤炭股呢 可能会跟随煤炭价格的下降 而出现一个回调 投资者需要注意这一点 嗯 关于新茶饮方面 可能以后未来的竞争趋势呢 会越来越激烈 那么需要关注这些茶饮公司呢 能否推出新的产品 吸引年轻的客户去光顾 那么航空方面呢 国泰一直是跑赢 它的整体的一个大盘的 那么它整个的一个 可能叫做不利因素 就是它人手短缺问题 然后整个航空业的发展 可能会跟随一个波动 复苏的趋势吧 嗯 好的 那么谢谢收看今天的 周末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